在大明朝混官场 那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吕方靠为官三思屹立不倒 全身而退 陈红靠不留余地的狠近上位 黄锦靠蠢直的性格 博得家境厚爱 严松靠当白手套风光二十年 徐杰靠谨小慎微熬到首府 赵真即靠逢迎圣意 与甩锅迈入内阁 总之 人在官场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 不是这些出境率 与讨论度较高的人物 而是剧中最容易 被人忽略的一个角色 孟公公 他是斯里剑舞剧头中的老妖 排名第五 别看孟公公在斯里剑的地位不高 可放眼整个紫禁城 那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 能从数万太监中脱颖而出 进入斯里剑这个金字塔尖般的存在 其绝对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尤其是斯里剑权力一主 吕方退休 陈红上位之后 斯里剑中依旧有孟公公的一席之地 可谓是流水的掌印 铁打的孟公公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斯里剑老五孟公公的职场之道 闲人 戏数斯里剑的五巨头 要说谁最闲 非孟公公莫属 一把手吕方 那忙得是脚不沾地 三百六十五天轮轴转 全年无休 家境清修 他得陪着家境演戏 他得配合着家境不高兴了 他得哄着家境接见大臣 他得在旁边站着 一会儿化身代言人 一会儿充当润滑技 时不时地再猜个雅弥 抽空还要呵护向某个不省心的干儿子 还不能忘了家境修炼思维 思退 思辨的自保技能 二把手陈红 工作量也不小 作为斯里剑的笔杆子 所有由斯里剑发出的票你 公文都需要他起草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 陈红还要忙着跟黄锦争宠 忙着剑缝插针地去家境面前刷存在杆 忙着谋划如何抢班夺权取代旅方 还得不断提升当刀的觉悟与技能 三把手黄锦 事业不少 黄锦也是斯里间的大盲人 但凡旅方有事撬班 那替班的都是黄锦 时刻准备着沐浴更衣去伺候家境 除了替班 轮班的主线任务 黄锦还有支线任务 比如要帮干爹旅方冲锋陷阵 要跟陈红斗智斗勇 要精确把握时机 在家境面前给陈红上演药 还要维护好自己蠢职的人生 四把手石公公 也没闲着 别看石公公与孟公公 都属于斯里间的边缘人物 既不用轮班伺候家境 也不没被一把手 吕方伟以重任 但人家石公公可没闲着 该表态是表态 该发言是发言 该露脸是露脸 一边熬自立 一边看准时机押宝战队 时刻为升职加薪做准备 要不是公公最终能坐上 私里间的第一把交椅呢 反观孟公公 那真是主打一个无欲无求 每次出场都是在站在最后 从不主动露脸出风头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别人都变着法的向领导靠拢 孟公公是想尽办法的当隐形人 这一点从剧中的一件事上 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将他莫一案 海瑞二审公子被送到私里间 里面涉及到了 严世帆主使毁低烟田的铁证 看完公子 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吕方 破天荒地生气了 不仅砸碎了黄锦递过去的茶杯 还指名道姓地表达了不满 这将到底要干什么 严松 徐阶到底要干什么 领导生气了 这时作为下属 应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表态呗 领导都气到杂杯子了 且气愤的点都明示了 作为下属 自然得跟领导保持高度一致 于是 陈红率先接言 开口就顺着吕方的意思往下说 要咱们五个人的头呗 杨金水已经下令抓了 上一件 金帽局 还有公里好些人 都在查办了 他们还想把事情往公里扯 往皇上身上扯 大不了公里 这十来万人都砍了头呗 陈红画壁 一旁的石公公 也不甘示弱地跟着表态 前面在打仗 国库里又空着 真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这样斗 阎阁老和小阁老 就算做得不像话 可现在还得靠着他们 在前面顶着 已经拿正密仓 何茂才他们开刀了 还要查什么毁地烟田 查什么井上十四郎 这样赶紧杀绝 你把胡宗宪也扯进来 这将的仗还打不打了 至于黄锦 虽然当时没发言 但却用实际行动 向吕方表了忠心 一直小心翼翼地 站在吕方的身侧 一副随时待命的样子 而后续在吕方提出 供词不能给家境看的时候 黄锦是第一时间表态认同的 好了 其他三个同事都表态了 按理说 孟公公也该表示表示了 可人家老孟同学 那真是稳如泰山 从始至中 硬是一言不发 孟公公这算是不懂事吗 其实这个问题 要辩证地去看 如果在场的 只有吕方和他两个人 那老孟是必须要表态的 否则就是真不懂事了 可如今在场的 不止他一人 且有人已经 先一步接话表态了 此时他即便不说话 也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然 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人设的问题 平时老孟在其他人眼中 就是一个存在感低 不爱说话 不爱出风头的人 所以就算他不发言 女方也不会有意见 至于其他同事 就更不会有意见了 毕竟在领导面前 表现的这种事 少一个人 总比多一个人强 远离是非 身在官场 权力更替是常有的事 前一秒 一把手还是一把手 后一秒 二把手就可能反客为主了 领导层变动 对下面的人来说 可能是机会 也可能是灾难 这其中的差别 就在于战队问题 私立舰的四把手 石公公 就是靠压宝战队 当上了首席 丙比太监 从陈鸿刚代理掌印的时候 他就向陈鸿试了好 当时 旅方也为请严松 徐杰喝酒的事 被贬去兼修吉兆 陈鸿暂时接管私立舰 在这期间 这将重审郑密昌 和茂财的供词进了京 赵真吉不知道京城的变故 为了将供词的影响降到最低 他特意嘱咐锦衣卫 一定将供词亲自交到 吕方的手里 再由吕方面呈给家境 赵忠诚说了 要属下们亲手交给吕公公 然后再由吕公公 面成皇上万岁爷 注意 锦衣卫说这话的时候 下意识地将供词抱在胸口 这个动作表明 在这个锦衣卫心中 吕方才是私立间 正经八百的一把手 陈鸿这个代理 没有权利 也不该堪几地 当然 这话他不敢说 也不能说 而陈鸿听完锦衣卫的话 假之看到其下意识的动作 瞬间就不乐意了 吕公公 这里有吕公公吗 这时 本在一旁 与孟公公一起喝茶的 石公公说话了 吕公公被派到 北郊兼修万年吉壤去了 现在这里由陈公公主示 看似说的漫不经心 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 示好战队 陈鸿的那句反问是肯定 明显是在拐着弯的 宣誓主权 通常来说 这类话是需要有人配合 或是附和的 否则很容易下不来台 陈鸿总不能大喊 他现在是代理掌印吧 太跌分了 而石公公接了话 不仅避免了 陈鸿可能面临的尴尬 还变相为陈鸿正名了 也因此 石公公话音刚落 陈鸿立马笑着端起了架子 跟这些奴婢说 这个干什么 把东西拿过来就是 话都接了 活自然得干 要战队总得有投名状 于是石公公起身 从锦衣卫的手里拿过极地 转身递给了陈鸿 虽然最终 陈鸿依旧没能看到极地的内容 被一旁的黄锦拿规矩 与家境顶住了 但石公公的这次投名状 陈鸿是接受了 也记下了 这也为后续陈鸿上位 石公公成为首席丙笔 打下了基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孟公公在干嘛 全程在一旁静静地喝茶 看着孟公公示好 看着陈鸿上跳下窜 看着黄锦与陈鸿硬顶 可能有人会觉得 孟公公不站队陈鸿 是因为他压宝的是吕方 其实不是 从剧中 孟公公的表现与态度来看 在吕方面前 他也从没有过上 赶子拍领导的行为 更没见他主动向吕方 靠拢表忠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 孟公公谁也不站 换个说法就是 对孟公公来说 他只干职责之内的活 争权夺势 鸭宝战队都与他无关 谁是领导 他就听谁的 至于领导是谁 他无所谓 这样做的好处是 没有野心 就不会让人感受到 攻击感与威胁感 就没有人会把他 当成对手或是敌人 那么在权力斗争之中 或是权力一主的非常时机 他都可以最大程度的 独善其身 当然 凡是有一例就有一臂 不站队 就永远不会成为 领导的自己人 也就不会得到 领导的提携与力挺 大部分领导 都是任人为亲的 也为只有自己人 才能不打折扣的 无条件地贯彻 执行他的想法 也只有自己人 用起来才更加放心 毕竟自己人 这三个字 意味着的是利益共同体 而在官场或职场上 利益关系比情感 道德更可靠 更牢固 不说 不代表看不透 纵观全聚 孟公公一共说过三次话 一次是斯里坚 刚收到杨金水 封了的吉地的时候 陈洪想将事情 直接捅到家境处 绝了吕方 从中斡旋的余地 却被黄锦出言阻止 还挑明了陈洪的用心 不甘心的陈洪 逼石公公与孟公公表态 仕途已多胜少 而躲无可躲的石公公 与孟公公一同表示 还是先禀报老祖宗吧 一次是陈洪与黄锦打架的时候 由于孟公公刚离开 四里建职房 陈洪与黄锦就吵了起来 值班的小太监 见事情不妙 叫回了孟公公 这种情况 孟公公即便不想掺和 也不能不回来了 这才有了孟公公 拉架的那一幕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两次出声说话 都有一定的被迫意味 只有与黄锦的那次对话 是孟公公 唯一一次主动出声 当时黄锦去传旨 释放被关在赵狱的 高汉文与云娘 一来一回花了几个时辰 回到四里建时 立马对等着接班的 孟公公道歉 差事耽误了 让孟公公多当了 半个时辰的职 明我也替您 多当半个时辰 您赶快吃饭歇着吧 按照孟公公的性格 正常来说 跟黄锦打完招呼 就会下班走了 可这一次 孟公公却多了一句话 宣个只去了 好几个时辰 一准是把那个 高汉文送回家了 黄公公 铁是同僚 我扶你的为人 可也奉劝你一句 在这当差 也不能太菩萨心肠了 很明显 这是孟公公善意的提醒 而这段话 也暴露了 孟公公的真实一面 其一 对宫内外的局势 与情势了如指掌 仅通过黄锦迟道 就能猜到 黄锦是去送 高汉文回家了 这间接说明 孟公公对朝局 与朝中人的情况 看得很清楚 知道高汉文为何入狱 更知道 谁会对高汉文不利 其二 了解周围人的性格 孟公公了解黄锦的性格 所以才会猜到 黄锦为何迟到 才会说黄锦太菩萨心肠 同理 既然他了解黄锦 那么势必也了解 私立间的其他人 比如吕方 陈红 以及石公公 也是因为了解 每个人的性格与心思 所以孟公公才会选择提醒 蠢职善良的黄锦 而从不主动跟其他人说话 因为他相信黄锦的人品 也明白他的善意 只会被黄锦当成善意 而不会被曲解为别有用心 其三 置身室外是他的处事原则 孟公公劝黄锦 不要太菩萨心肠 这也从侧面表明了 他的处事原则 置身室外 管好自己 不能因为心软 将自己置于显地 孟公公的职场之道 用一句话总结 孟公公的职场之道 不做瞎子 不做笼子 但要做哑巴 不做瞎子 意思是 要把身边的事与人看清楚 开始不能只看表面 要看清事情的起因 走向 结果以及涉及其中的厉害关系 只有把事情看通透 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看人同样不能看表面 不仅要看这个人说过什么 还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 一个人的行为 是以目的为导向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真实的想法与目的 不在嘴上 而是做过的事上 不做笼子 意思是 该听到的信息要听到 所谓的与世无争 前提是要确保自身没有危险 或是能够及时躲开危险与是非 这不仅需要能够看清时局与身边人 还需要及时掌握信息 信息才是判断与选择的应基础 如果单位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又何谭明智保身呢 连哪个是陷阱都分不清 连案件发出的方向都猜不到 又怎么能躲过呢 要做哑巴 意思是 凡是心里有数就好 但不要轻易说出来 在官场与职场 会说话的人 确实更容易得到领导的青睐 但这不意味着 少说话 不轻易表态就一定是坏事 有时候万文万当 不如一磨 太多的是非都是从嘴里出去的 这里一定要补充一句 在职场或是官场 最继把同事当成倾诉的对象 你的心里话 你的知心言 留在心里就好 当然 这是孟公公的官场自保之道 未必适合每一个人 毕竟孟公公已经无所求了 不打算更进一步 维持住现状对他来说足矣 所以自保变成了他的主要目的 如果有所求 想要更进一步 那就是另一套职场之道了 是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